非常希望可以為台灣奪牌 那我們也會盡我們所能 南雙組合林陽佩持續闖關 已經跨界連續十勝 但想要在奧運奪下金牌 的確沒那麼容易 因為四強又會碰上丹麥組合 其實對到他們一直以來都非常不好打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非常精彩的準備 因為他們的防守跟發揮發揚 還有一些戰術的應用 非常的熟練 所以我們要小心不要掉入他們的陷阱 下一仗的確不輕鬆 對上丹麥組合 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二 跟林陽佩在小組賽對決過一次 當時第一局21比15 但第二局就被對手收下 第三局21比15 苦戰了66分鐘才獲勝 當時王啟齡就說丹麥組合 發愁帶有很多旋轉 都在想要怎麼阻止 讓比賽好像心理戰 盡量用一些平手檔跟輪轉 波檔去限制他們 打前中場不騎高球 因為這樣才有機會壓制丹麥選手 因為如果騎太多高球的話 對手就會很容易進口 巴黎奧運二度招手 立平要收下勝利闖金牌戰 另外在南單賽事小天周天成 賽成也延後到臺灣時間晚上11點35分 會對決世界排名22的印度拉克什亞 過去在印尼大師賽兩人交手過 周天成以2比1勝出 而這回一旦贏了就挺進四強 超越個人奧運記錄 與球好手持續征戰 希望能站上奧運的頒獎台 再寫歷史新頁 TVBS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道